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浅 白真 哲言和成玉等人均早早地站在青秋洞口 一边等着迎亲的队伍 一边不时地说笑几句 待宫儿传话 白浅和玉西才诱入狐狸洞中 见到了一身红衣红裙 头戴金色凤冠 面是粉袋的少婉 此刻的少婉 堪生四海八荒天上地下第一美人 青鸾一声一声一个接一个长鸣 到了第八支青鸾长鸣 玉西和白浅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就连少婉的心仿佛也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玉西赶忙拿过盖头为少婉盖上 又蹲下整理了少婉的衣裙 这才同白浅一起坐下 等待着第九声青鸾鸣唱 那时候 墨原上神就该到了 昆仑旭的凤鸾也该到了 人在紧张的时候就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慢 少婉此刻一场紧张 不停地问玉西和白浅青鸾叫了吗 青鸾叫了吗 弄得玉西和白浅也没来由地紧张起来 终于 在少婉几次三番的追问下 第九支青鸾发出了青翠月尔的名唱 墨原上神的迎亲队伍到了 玉西白浅高兴地出了洞口 看着云端上的墨原上神和东华帝君以及夜华 青秋的上空中盘旋着几百只七色彩鸟 不停飞舞盘旋 那九支引路的青鸾 此刻也一起飞来青秋 缓缓停落在青秋洞口的一侧 似乎是在迎接着新娘 与此同时 昆仑须众位弟子统一身着淡金色的长袍 下着凤蓝到了青秋洞口 墨原上神迎亲队伍的祥云也适时降落 就在此时 整个青秋发出了不小的骚动 有女仙感叹着洪荒尊宗们的帅气模样 有仙子感叹着玉西和白浅的绝代芳华 当然最期待的还是新娘子魔族十足少晚 只见墨原上神见到白浅和玉西 又看了看哲言 说道 老价诸位 玉西和白浅谁有胆子为难墨原 也就只有哲言 微微说道 新娘子自是在里面 但请不请得动 却是我们说了不算 还得你自己请才行 说着 哲言扇了扇手中的扇子 众位观理的上仙 接一副看戏的表情 如此为难墨原上神 恐怕也只有今日了 且看墨原上神如何请新娘 墨原听了哲言的话 转头看着东华帝君 似是在求助 东华帝君一时间竟然转脸只看着玉西 一言不发 连颂见状 笑道 你看帝君做什么 他又没大昏过 说着还略带绩笑地瞟了一眼东华帝君 果然 东华帝君一听此话 眉头一皱 看了看连颂 说道 你是觉得我不准备收成玉做干女儿了吗 一句话 说得连颂只好连连赔罪 墨原见这两人如此 也知道寻求他们帮助 也没什么希望了 于是便把目光投向叶华 叶华见状说道 大哥你别看我 我当日是东华帝君替我迎亲的 说着 还看了看东华帝君 墨原一听 看来万事还得看自己了 哲言满脸笑意地盯着墨原等人 说道 不然 我们先喝会茶 容他们慢慢想 哲言对着玉西白浅等人说道 一边说一边还真的话了一起 与白针喝起茶来 还要东华帝君与叶华等人一起 实在是有些欺人太甚 墨原听了此话 竟有些着急 而间也微微有些汗珠 心机之下 墨原看着玉西白浅 突然想起什么事的 开口朝洞中喊道 晚晚 你再不出来 我们的孩子只怕以后会被阿丽欺负啊 此话一出 哲言一口茶瞬间喷出 周围观礼的上仙们也是哄堂大笑 就连自家兄弟叶华也不禁笑出了声 东华帝君则是眉毛一挑 赞赏的看了一眼莫冤 仿佛这一席化身的帝君之心意 玉西和白浅此时却是哭笑不得无奈之下 只好朝着洞中喊了一声 阿丽 话音落下 片刻之后 一身红装的魔族十足少晚 在阿丽今日这个金光灿灿的仙童的陪同下 一起出现在了洞口 这仙童做什么的 原来是替少婉姑姑提着他那长达三米的裙摆的 青秋一时之间 七彩鸟飞得更加欢畅 青鸾也一起再次飞上天空 久之青鸾竟不约而同地发出长鸣 在墨渊的搀扶下 少婉终于上了昆仑须的凤卵 青秋这边的众位神仙也一同换来祥云 跟着凤卵一路前往昆仑须 凤卵和众位神仙的祥云 刚出了青秋界 只见前方空中便出现一团黑色雾气 玉璽等人大惊 不知是什么情况 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不多时 那团黑色雾气散去 原来是魔族燕池物带领着魔族众人 在这里恭候着他们的祖宗 在神族一众上神眼前 燕池物带领着魔族众人三跪九寇 恭贺十足少婉大婚之喜 少婉在凤卵中顺势感动 轻轻地说了句 谢谢 一同来喝喜酒吧 凤卵便离去了 燕池物也挥了挥手 魔族众人散去 自己则跟在了玉璽等人身边 一道去了昆仑须 凤济金尼一代 龙文玉长叔 走来窗下校相扶 爱到画眉深浅入室屋 弄比微人酒 苗花是首出 等闲房了秀功夫 笑问 鸳鸯两字怎生疏 后来 四海八荒将这一次的大婚 一直奉为尊圣婚礼的标配 百只七彩鸟 九只青鸾九生鸣 红装三名喜派琉璃 至少 在东华帝君之后的大婚之前 这样的标准一度 被四海八荒所认可 直到东华帝君那日大婚 才又刷新了众位神仙 对尊圣大婚的认知 期间 墨渊上神只喝了三杯酒 就说自己不胜酒力 早早离开戏回到请殿 少婉正在床上蹲坐 墨渊上神走过去 掀开了少婉的红盖头 红盖头下的少婉略是粉袋 更显得美颜不可放物 墨渊走到桌边倒了两杯酒说道 晚晚 累了一天了 这是何欢酒 我们喝了后早点安寝吧 少婉伸手接过墨渊手中的酒杯 与墨渊双手相交引下杯中的酒 此时里程 墨渊轻轻地扶起少婉 慢慢走至梳妆台前 取下头上的凤雨不摇 三千青丝 瞬间如瀑布般倾泻 而下垂于少婉的的背上 少婉知道墨渊的意思 缓缓起身 开始慢慢退去自己身上的衣物 举手投足之间 散发着女人的气息 直至剩下单薄的礼衣 墨渊看着身段玲珑 曲线凹凸的少婉 只觉得呼吸有些沉重了 少婉慢慢地退去鞋袜 缓缓地走向墨渊 慢慢走至床边 墨渊心似火上 一把揽过少婉抱在怀里 退下她谨慎的礼衣 只留下一件淡粉色的肚兜 白细的脖梗 漂亮的锁骨 纤细的腰身 墨渊一览无余 少婉轻轻闭上眼睛 她害羞得无法直视墨渊的眼睛 静静地等待着墨渊的下一步动作 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今夜是他们的洞房花竹夜 今夜注定无眠 少婉和墨渊的婚礼结束后 玉熙和东华帝君回了泰陈宫 来到了六角亭中坐下 玉熙轻轻靠着身边的东华 伸手握着东华的一缕银发把玩着 轻轻地说道 东华 丸姐姐终于出嫁了 她与墨渊上神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东华帝君伸手扶上玉熙的长发说道 希儿 你不必羡慕墨渊 我们虽在凤灵幻境中已经结为夫妻 但是我不想委屈你 我会为你再办一次婚礼 昭告天下你凤与玉熙就是我命定的地后 玉熙点了点头 想起了自己在东华显后的碧海苍灵等 东华出关时看过的月景 伸出右手幻画出与熙琴说道 东华 自从什么大战爆发前一百年后 我们已经有很久没有一起合奏过了 不如今日我们合奏一曲 东华伸手幻画出了 自从自己登上天地共主之位 就沉风了的紫金玉笛问道 希儿 你想合奏什么曲子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